音樂 這座充滿綠意 具有北歐風格的接待會館 宛如是城市裡的綠色小屋 常讓路過民眾投下驚嘆的目光 他就是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毕业校友 徐升星设计的作品 这件庆人之间的作品 除了荣获日本2015JCD空间大赏金奖 及Best 100之外 也获得2015年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空间设计奖的殊荣 这块土地给予我很大的礼杆 然后这个是一个过道 其实大家后面这个礼巴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小时候我们常常偷跑人家足礼巴 去摘后面的水果 所以足礼巴 那为什么用足礼巴 是因为后面的这个高度以下的地景是混乱的 那反而这个礼巴以上的高度 它的墙壁爬满了这个爬横垒的植物 所以借景跟引景 许盛兴说 借由保留原本植栽的绿化空间 还营造儿时记忆中的池塘小路树林 打造让游子回乡返家的寄动 让室内空间融合户外绿色的景观 创造空间特有的宁静 也打破了民众对建案接待中心的刻板印象 那这个建案是很多 打破以前是因为我要买房子 我到接待中心 这个案子变成是听人说 我去看 我不小心我也买了房子 变成是这样子 那这个接待中心 现在目前我们评估大概 参观的人是应该破1200人 参观而已哦 游览车是一台一台载过来的 那上个礼拜 台北的销售三大龙头之一的贾桂林 曹董 曹董他也亲自来看 那我跟他们的副总有聊 我说你们怎么会千里迢迢 从台北跑来台中看 他说你这个案已经连台北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接待中心成功在业界制造了亮点 除了吸引知名建商牧民来参观之外 更缔造出亮丽的销售夹击 创造了设计师 建商 消费者 商业的局面 也为接待中心设计 留下优雅的典范 大爱人新闻 刘星啸 采访报导